熱烈的掌聲 歡迎他們 現在來到的有唐英明先生 和我們的梁振英先生 還有還有一位還未到 來先介紹 我介紹一下廣東社團 今天出席大會的首長 首先有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王國強先生 下面是副主席 大家統一鼓掌 不要一個一個鼓很浪費時間 有唐學元先生 林光榆副主席 唐學元副主席 李歡副主席 楊鑑副主席 余鵬春副主席 方文雄副主席 周哲開副主席 廖漢輝副主席 大家給掌聲他們 接著是我們的會長 有義樹林會長 朱李悅華會長 陳振峰會長 陳經緯會長 楊劉悠芬榮會長 陳新枝榮譽會長 李國鴻副會長 梁平副會長 蘇仲平副會長 大家給掌聲 謝謝 然後我們今晚有十位台 是我們專業人士委員會的 今天有來了很多醫生 會計師 還有 醫生多些 因為我們的主任是醫生 江明熙先生 還有會計師 設計師 律師 還有很多師 我都說不定 不好意思 他們差不多這一邊 全部都是那些師 還有七糧師 不好意思 我都介紹一下 我們 還有不好意思 還有我們今天來了 一些副的秘書長 都是很拍檔的 有楊德 有徐麗 還有 小紅 陳小紅 還有麗珍等等 沒說到的自己說一下 因為沒看到 沒有名單 不好意思 禮貌上 我們都請我們的主席 和我們次的歡迎次 有請王國強主席 專記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香港廣東四年總會 在這裡舉辦了 施政理念的歷式展國會 我們非常高興 又邀請到三位 行政長官參選人 包括唐英年先生 梁振興先生 和首後到的 吳辯基先生 將會向大家 介紹他們的政綱 和施政理念 何章仁先生 因為今日公布聚身 所以未能出席 香港的下任特首 即第四季行政長官的選舉 將會在今年三月以上無舉行 目前有四位先生 唐英年先生 梁振興先生 和何俊仁先生 都已經將會報名參選 這個行政長官 因為他們已經表示參選 這幾位參選人 已經進入了競選狀態 向香港市民介紹他們的參選 香港市民開支競選活動 在某程度上是2017年 普選特首的預言和抱戰 市民對今次的特首選舉 以上一個問題 以此想寶貴一個 職類經驗掌握規律 同時香港社會希望 特首選舉應該是君子之爭 我們高興就是 唐英年先生 梁振興先生 和楓義貴先生 都是非常之補償 活時間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現在首先我熱烈歡迎 第一個參選人 唐英年先生 介紹的政綱 並且回答大家關心的問題 但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能夠回答所有問題 請各位多多包含 我們每一位叉書人的 大約填迷文化二十分鐘 請大家尊重大會的安排 多謝各位 請下唐英年先生 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見到兩位未來特首 我們想請下唐英年先生 和梁振興上台 跟著我們的副主席 和會長主家席的上台 我們拍張大客照 跟著就開始聽說話 我們先拿一張照片 不如就在這裏 在這裏 站在這裏 我們平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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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謝 是 是 是 請問鄧英明先生 各位 今天我是做蘭席的主持 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今天的演講 我們是不准有酒精在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看到前面有酒精 請我們的同事收起好嗎 好 謝謝 各位 大家好 王國強主席 和各位總會的朋友 今晚我是非常之高興 得到大家的邀請 來講一講我參選 第四屆行政長官的理念 我今次參選行政長官 就是以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推進民主 作為我的主題 但是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也都在座有很多是工商界 和專業界的朋友 所以我想擺多些時間 集中一下 講多些經濟發展那一方面 希望講完之後 透過大家的答問環節 請大家指教 對於宏觀經濟的前景 我在前日和今天 我們都講過前景是不敢樂觀的 因為外圍經濟環境 是相當之多不明朗的因素 一方面歐債危機 在歐洲的領導 他們既沒有政治的決心 也都沒有財政的條件 去做一些徹底的改變 美國的經濟復甦 是相當之脆弱 我們雖然見到 有些數字是不錯 但是創造新的作業機會 他們仍然是有不足之處 他們的失業率仍然是高企 是8點多的 再加上 我們也都見到 歐債危機可能引起的衝擊 對於香港來說 是一個外向型經濟 我相信在所難免 是會受到衝擊的 所以我們考慮整個 香港經濟的前景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當然是要維持 我們經濟體制上的穩定 包括金融的穩定 和一些證券貿易平台的穩定 這一方面我昨天說了很多 所以我今天不再重複 但另一方面 我們更加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整個經濟發展的藍圖當中 我們必須要和國家的總體經濟和社會發展 是互相配合的 這個配合我會用三戶關係來講 三戶就是互動、互補、互利 這個三戶關係 我記得這個三戶關係 我以前在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講起香港和內地人民幣發展 也是用三戶關係來展述的 因為這個正是我們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 可以對國家所帶來的貢獻 亦都同時對我們發展經濟 創造更多就要機會是有積極的影響的 所以我在政府的角色那裡 其實這一點大家很多時候都會問到 究竟政府是一個市場的角色 應該採取一個什麼的角色 而我的看法就是我們政府 應該採取一個更加主動和更加主導的角色 來促進經濟的多元化 發展更多創新的產業 創造更多就要機會 尤其是傾斜多一些向年輕人的就要機會 我會詳細一些講一講這一方面 更加主動和更加主導 這個並不代表政府是全面介入市場 這個我們仍然是維持資本主義社會 和市場經濟的原則 在這個原則之下 我們怎樣可以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也就是說 用一個更主動的角色 去透過政府的政策 向創新科技 向創新產業 可以傾斜能夠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 所以政府參與市場的形式 時間和程度 其實很大程度上 這個是要有過往的經驗 才可以能夠充分掌握得到 什麼時候 怎樣 還有有什麼深的介入 過往政府在上一輪金融危機的時候 用過一個特別信貸計劃 來支撐來支援中小企 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機會 因為政府首要考慮 固然只是市民的就業機會 所以當時用了這個特別信貸計劃 最高峰的時候用到900多億 是相當成功保住很多就業 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也都同時保障了很多就業的機會 那麼這些中小企 它現在開始進入一個還款期 所以如果純粹是伸延這個特別信貸計劃 是未必能幫得到他們 是要用一種新的形式去幫助他們的 第二方面呢 就是對於中小企來講 為什麼中小企一定是 在我12月19日那天 我也都有講過 中小企將會是經濟發展的重心 因為香港有98%的公司是中小企 而這些中小企用的人 是接近香港市場勞動人口的一半 這些中小企 他們在面對外來的衝擊的時候 首當其衝就會面對這些衝擊 所以我們如果是要保障就業機會 我們就要支援這些中小企 對於中小企很多他們都想發展一些新興產業 發展一些新興產業 他們都要得到政府的支援和政府的培養 所以在支援那方面 我相信我們透過一些政府政策和稅務上的優惠 我們能更加好可以發展創新科技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透過政府一些政策上的支持 和稅務上的優惠 鼓勵中小企或者其他企業培訓我們香港的人才 因為人才是我們唯一的資源 在過往的發展 我們都是靠我們香港人自己的拼搏精神 來發展到香港今天的成功 所以在企業的多元化那裡 這個一定是未來經濟發展一個重要的一環 我相信大家一定聽過R&D 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但是可能大家沒有聽過RD&D 就是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sign 這個Design在我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是撥款支持了我們產品和產品的設計 產品的設計經過多年來幾年來的發展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設計已經成為我們香港 其中一個重要的經濟一環 Business of Design Week 也是當時我們開始支持的 現在已經做得非常之蓬勃 世界各地的國家都很希望和香港一起合作 去做Design 所以R&D是科技 但是RD&D就是科技結合設計 而是我們香港的優勢來的 再三呢 我們先講一講就是越港的發展 當然內地與香港的發展 我們是透過SEPA可以促進 SEPA是我做工商科技局局長的時候 開始具體用一個政府對政府的對口來談 是談的 工商科技局是一個牽頭單位 我們的對口當時就是商務部 商務部 我記得多次和安民副部長在討論SEPA內容的時候 大家都有很多有趣的環節 我相信大家將來有多些時間的時候 可以分享一下一些有趣的環節 當中其中一個最令人回憶到的就是 就是在SARS的期間 也就是我們進入最後期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時時都要見面的 但是因為SARS 我們未能夠時時都見面 所以結果呢 我們透過視像會議去見面 這樣呢 可以將很多細節呢 進一步去好好的去談 而去到最後簽署之前呢 我很多同事呢 當時都要開通宵 將那些文本呢 最後定好它 令到呢 六月尾可以正式簽署 大家當時都記得 是有溫家寶總理來香港 見證這個簽署的 我很高興 看見SEPA在簽署之後 有八份補充協議 而這八份補充協議呢 是令到我們這個SEPA 最初的構思 就是一個開放式 不斷優化 成熟一項 推出一項這個模式去推進的 這個正正是我們香港 經濟發展的一個未來的方向 我們能夠和內地 一個共進共贏 這個關係 而這個共進共贏的關係呢 我相信呢 我們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來的 另一方面呢 我亦都想講一講呢 就是 經濟發展之餘 我們怎樣能夠將經濟發展 對香港所有市民都可以感受得到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溫暖 這個溫暖代表什麼呢 這個溫暖呢 就代表經濟發展 不是聚在某一些工商界 它可以做生意 但是呢 要令到社會 更多就業的機會 令到社會 每一個群組 它都可以感受得到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 這些成果呢 它們是可以分享得到的 如果是經濟發展搞得好的 我相信我們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給我們的年輕人 我相信 我們也是可以 令到我們經濟的貢獻 繼續為內地有貢獻 我亦都相信 在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之下 我們有一套行動綱領 好好地去找到十二五規劃所帶來的機遇 從而呢 我們為第十三個五年計劃去鋪路 這個就正正是服務業的發展 我知道今天 我們有很多專業界的朋友在這裡 專業服務呢 也都將會是內地其中一個 重要的開放環節來的 我們將香港怎樣可以 好好地地找到這個 專業服務的機會呢 就正正是特區政府和業界 可以攜手並肩 一起進去內地發展 而第三方面呢 我想說就是推進民主 2017年將會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因為2017年我們可以透過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 我自己是感覺很榮幸 有機會在特區政府工作九年多 今天去到這個時刻 我是決定了參選第四屆行政長官 就是因為我想和大家一起見證 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這個工作是艱鉅的 因為要透過修改我們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模式 我們必須要得到人大和立法會的通過 而這個通過不是必然的 我們有一個所謂政制的五步曲 我們也都立法會爭取到三分之二的通過 我們才能夠邁向普選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時刻 我很希望大家能夠和我一起走這一條路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唐卿明先生 我們現在進入第一次答答的部分 我本身是一位醫生 我名字叫江明熙 我是代表香港廣東社會總會專業委員會的 好 我們有沒有什麼朋友想問問題呢 好 各位 我給他一個麥克風 請你介紹自己的名字 還有你自己在做什麼 謝謝 你好 我叫Kal 我還有 my final year 的大學生讀account 我最近在做委員會 我發現我在 Big 4 很多同事都熬到很晚才下班 那些年輕人看下去才三至十歲 就算我進入 Big 4 我看下去好像沒有很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想請問 唐先生 你有什麼政策可以幫助我們這些 比較年輕的輩子 可以留一些向上流動的機會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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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可以加速一個社會流動 這個正正是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經濟要更加多元化 經濟要更加多元化 我們可以繼續不斷有新興產業和創新科技 創新科技 你覺得香港創新科技有什麼發展前途 其實這個就不可以只看香港 因為香港和深圳 其實兩個地方正正是內地與香港發展的 重中之重的之重 就是說內地與香港發展 越港是重中之重 因為我們有地緣和人緣的關係 但是越港的重中之重是深港 我們兩個地方加起來接近二千萬人口 深圳其實它的科技是不錯的 但是它的basic research就不及香港 香港的basic research是相當之好 所以我相信透過政府在政策上的傾斜 包括稅務上的一些誘因 我們可以更加好培訓我們的人才 我們可以更加好促進經濟的多元化 令到經濟更加穩定 亦都能夠更加傾斜給多些年輕人 有就業和社會流動的機會 好 多謝 有沒有第二位朋友有心目的問題 來 你好 李先生 我是用港藝圖醫院食育外科的醫生 我當然會問一下醫療的問題 香港人口老化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香港市民很喜歡醫管服務 九成以上的服務 醫管服務都是醫管提供的 這樣令到我們的提供服務超伏的 很多同工都有點奔明 我很想問唐先生 你的政策是怎樣推動這個醫療改革 謝謝 我在大約兩個禮拜之前 是出席過一個醫務人員的座談會 當時很多醫護人員 他都提出你剛才所提出的同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我自己覺得很好的一方面 就是現在現時我們醫管局所提供的服務 是相當之非常好的 也都是因為做得好 所以你一級的客人就越級越多 但是同時也都令到醫護人員疲於奔命 只有上班就沒有下班 這一點是不理想的 所以公私營的醫療服務 應該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但怎樣可以做到這個適當的平衡呢 我相信首先我們需要審視一下 在公營醫院裏面 或者公營服務的系統裏面 有些什麼是可以外發去私營市場的 這樣可以平衡一下雙方的量 第二方面 我知道某一些服務 在私營市場 它是有access capacity 就是它capacity還有空間 所以可以透過外發一些 這個正正是可以令到公私營 比較均衡一些 另外一方面 就是現在公營醫院最忙一定是產科 因為產科 我們去年在大約接近九萬 今年去年 接近大約九萬個BB出生 大約一半在公營醫院裏面 而當中大約有三千多 三千多是非港人的孕婦來的 所以在一類不同的產科 或者是其他醫療科那裡 所造成的負荷 亦都有很多醫生 離開了公營醫院的系統 所以令到公營醫院系統的資源 是更加緊的 所以我覺得長遠來說 都是要更加好地 令公私營服務更加均衡的發展 這樣才可以達到一個 有機的增長 好了 我想大家都收服了很多問題 但是我想 沒有可能分散 也有很多其他的嘉賓 會跟我們講講他們的理念 我們在這裏多謝唐瑩瑩先生 好 那我們介紹第二位 我們的議港嘉賓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